合掌 大眾轉身向上 大眾自誠懇切跟師父典禮三拜 拜 禮佛一拜 請起 請坐下 請合掌 南無本師釋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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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先放早 我們先宣布一下 課本是屬於常住物 不能帶回家 用完以後請歸還 請不要在課本上寫字 做筆記 因為寫了以後 人家不看 就變成你個人的 那麼只要我來中部這個地方 我就盡量來跟大家結一個法緣 結一個法緣 意思是說 我們在苗栗這個地方 院裡這個地方有自己的道場 盡量來跟大家結一個善緣 那麼上一次我們去借一個大學 來演講 那這裡面的一些過程很辛苦 一下要這樣 一下要這樣 一下要這樣子 那不如就是我們 給它裝一個秘錄的 裡裡外外的空間也夠 那給這個北部的 中部以北的眾生有一個法的因緣 所以還是借用自己的道場 比較方便 那麼我們今天呢 最主要的就是要講這個 印光大師文操金花路 但是還沒有演講以前呢 我們呢 先了解一下提醒佛的政見 是很重要的 在這之外 無論你到場搞一個多大 或者是無論你在世間 擁有整個宇宙 如果沒有抓到生命的根本 一樣是迷茫 所以佛法就是解決生命 眾生所不能解決的問題 就是捏盤 就是每一個人本有的清淨性 所以我把這個詩意凡天 所問經啊 有一個有這一段 我覺得這一段很不錯 先提供大家有一個佛的證件 再來講印光大師 經華路 當然非常歡迎各位尊敬的法師 也非常歡迎各位 慈悲的護法 居士大德 佛教都是拜釋迦摩尼佛 不分藏傳 漢傳 南傳 都是一家人 分別只是在跟自己的無名 過意不去 別人同情我們 也不能解脫 凡所有問的問題 都是自己的問題 不在於外境 唸佛也是這樣子 先提醒一下 什麼是佛的證件 我這一段來自 《詩意凡天所問經》 這個詩意 是梵天天主的名字 那麼詩意梵天 當然他是 大菩薩視線的 跟佛有一些對話 重點還是在利益眾生 叫做《詩意凡天所問經》 那麼這本經典都是入不二法門 所以它非常重要 那麼底下講的這一段 是《詩意凡天所問經》 一小段的經文 他能提起佛徒的證件 就是讓我們入道 以佛的證件為根本 我先把它唸一遍 於是《詩意凡天》 你們那邊沒有 課本不用翻 你們那邊沒有 如果我在印的話 那麼 就要花很多錢 這樣算不算 所以我在念你 有聽到就好 我會解釋給你很清楚 想這條 於是《詩意凡天》 白佛言世尊 《詩意凡天》 是《詩意凡天》 佛告诗意犯天 诗就是思想的诗 义受义的义 诗义 这个不解释 人家就会写诗情话义的诗 义诗的义 都常常会想不对 说一下就知道 这两句就是这样 佛告诗意犯天 哪一在这个世间三界当中 哪一个人够资格接受别人的供养呢 佛告诗意犯天 不为事法之所谦 能受众生的供养 恭敬供养 不为事法 就是生灭法 就是有为法 那么就是因果法 那么就是空无自信法 就是在这个世间 哪一个人够资格接受别人的供养跟供养呢 也觉得这个法师 也觉得这个法师能够不受有为法的牵连 不受元旗法的左右 心永远碌碌不动 这个人看受人天的供养 所以不为事法之所谦 所以不为事法之所谦 谦就是谦动 所以我们法师们要记住 你怎么样够资格被人家供养呢 就是离一切相极民诸佛 牵远碌不动 不取一项 也就是法师们呢 要深口意 要清静 要调伏 相符至我 这样的贪受人天的供养 说师尊 接下去 师尊 谁能消供养 就说 这些法师接受了很多很多的供养 我们常讲信师难消 信师难消 那要怎么样能够消众生的供养呢 那没有修行啊 那么福报 外面的人供养 会压垮的修行人 会剁三恶道的 下辈子做牛做马来还 那么佛说 以法无所取者 能消众生的供养 就是说 这个法师修想 了解 无念 无助无下 无所取 就是说 内心不贪着任何这个世间 知道世间 都是元气法 都是生命法 都是一切法如幻的 他不会去执着任何时空所构成的东西 那么时空 就是元气法 就是因果法 也就是妄想 所幻化出来的世间 所以佛说 对于依法 对于万法 无所贪着的人 这个人 就算受人家供养 也不会有任何的负担 因为他不是有贪恋 既然心无所取 就能够消一切的供养 那是老生大一作 能消万节两 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常常讲 出家人讲 今生不了道 来世批毛带脚还 就是我们出家人 都是接受人家供养的 然后我们接受人家 很辛苦挣来的钱 如果不好好的悟到 下辈子做牛做马要还的 来世批毛带脚还 禅中有一句话 老生大一作养 能消万节两 我心无所取 哪一种供养 都能够消瘦得了 所以谁能消供养 佛说 以法无所取 对万法完全不住着 了解一切法空无自信 世尊谁为世间福田 说师父 世尊 世亿凡天就问 世尊 哪一种能 看受世间人天的供养 而供养他 会得无量无边的福报呢 佛言 不坏菩提性者 看受世间福田 所谓不坏菩提性 就是说发的菩提心 就是那么的坚固 从来没有动摇 叫做不坏菩提心 我们一般人发心 我要出家 就像我们 我去交过大学 师父我要出家 很快就跑去结婚了 这种菩提心化不起来 很快 那法官越大 结婚越快 拼越胸 很快 这样一个阿弥陀佛 勘旧 所以这个话不能乱讲 也不能乱发菩提性 出家没有那么简单的 佛言不坏菩提性 为世间 大福田 就是说 你要供养的那个人 是发过大菩提心的 而且坚固 悼念 冲不动养 这个人是世间大福田 世尊谁为众生善之士 就说 世尊谁才是这个众生的 大善之士呢 佛言 一切众生不是慈心者 就是说 对一切众生 从来没有舍掉 慈心 慈心就是要拔苦 娱乐 慈跟悲不太一样 但是都是连起来练 慈就是娱乐 悲就是拔苦 菩萨不但要拔你的苦 还要给你快乐 所以一切众生不舍慈心 就是我通通要给你快乐 而且是般若智慧解脱的快乐 这个能称为善之士 那么这里还有一个言外之意 就是说 如果在座诸位 出家众或者是在家居士 你常常生气 那么就不够资格 为众生的善之士 你又舍掉了这个慈心 你要给众生快乐 那么你常常愤怒 暴怒 讲话 尖酸 刻薄 伤人 伤害人 那所有的善言 全部断尽了 谁也不会靠近你啊 那么你这个慈心就不够了 所以我们要保持这一念慈心 才能够变成众生的圣善之士 慈心就是和蔼可亲的态度 言以不伤人 充满的智慧 给众生 解脱 自在的真理 那么所以说 谁为众生善之士啊 佛言 你一切众生 不舍慈心 是世间 善之士 那么意思就是 出家在家 常常生气 常常生气 人家意见跟你相同的 而且元洁经讲的 意见跟你相同的 赞叹你的 半夜叫他 其他都愿意 人家稍微否定你一下 就勃然大怒 就生气了 这元洁经讲的 不理我相 不能成就 圣善之士 也就是说 你动不动 就以我为标准 顺着你的 你拼的脑命 也要不虚 稍稍跟你意见不一样的 勃然大怒 责备对方 不懂 全世界是以我为中心 好像地球跟太阳 被你所转动一样 佛像不大 我像最大 那么这个人 不够资格作为圣善之士 所以意思就是 常常生气的人 你没有度众生的资格 更不要去讲 你还没有讲法 人家就跑光光了 对不对 谁要听你说法 哎呀 我们去听 某某人说法 哇 这个很吃辣的 两句就变两句 我才没这么吃辣 两句话就 对不对 好像是仇人一样的 所以佛讲的每一句话 哎哟 有人来讲说 哦 阿叔 这没说过我了 就只是在说你 你看一下尊的 世间佛陀 他什么都知道 是不是 他什么都知道 那一下尊的 无尊不要做佛陀 对吧 嗯 就是这样子 所以 谁为众生善之士啊 佛言 于一切众生 不舍磁心 不舍 我们的磁心 嗯 所以我们 出家在家 那个火气 稍微 要放 放柔软一点 知道吧 柔软一点 一般人都是 强词夺理啦 强词夺理 反正 做错的事情 还编一套理由 对不对 啊 我最近还听了一个笑话 哎 说 在电梯里面 有一个 大神 他说 放一个屁很臭 放一个屁很臭 那边的人就说 电梯出来 哦 哎 这臭 你是吃啥啊 他到底是吃啥 他说 哎 让你屁到草皮就很幸福了 又想要砸毙 嗯 这样 看有严重啊 没有啊 放草皮 屁到倒不掉 他又一个理由 又想要砸毙 嗯 哎 反正我们做错啊 就什么事都会掩饰一下 哎 庄太平 啊 庄太平 哎 哎 那么要怎么样 才能够生命 解脱呢 啊 就是 学习放下 是尊 谁知报佛恩呢 说是尊 谁知道要报佛的恩呢 佛言 不断佛种者 就是说 我们常讲啊 将此身心奉尘差 事则名为报佛恩啊 啊 佛言 啊 要怎么样报佛恩呢 推广正法 让佛种不断 就真正的报佛恩 真正的报佛恩 除了自己要努力修行以外 要把如来的正法推广 在这之后 如果没有佛徒的如来的正法 你的内心永远不能解脱 现在的这个末法时期啊 对不对 事实化的太多了 生意化的也很多 表象化的也很多 热闹化的很多 哦 这个发挥来了几万人 看起来很热闹 来到这里吃几份素摘 不错 结一个 善根 结一个佛言 开智慧没有 没有 没有 既年来吃素摘 今年也再来吃素摘 吃十万年的素摘 那佛法都不知道 现在就是这样 善巧方便 已经迷茫了所有的众生 就看上了 比较烈 没佛法 没有佛法 没有人讲 自己看也看不懂的 是不是 所以说 谁才知道要报恩呢 佛言 不断服从者 是真正的报恩人 比如说 你今天你有钱出钱 有利出利 只要是辱乐的正法 拼了老命 都要把它散播出去 我大学一年级 听到了第一句话 就觉悟 人之所以痛苦 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 我一句话就觉悟 对啊 人之所以痛苦 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 那么人要怎么样快乐 追求什么才会快乐 追求真理才会快乐 追求智慧才会快乐 追求解脱才会快乐 追求 透视 追求宇宙当中 到底究竟意思什么 所以我大学一年级 我就觉悟了 我们在做 我看你们那个多 有一张成熟的脸 看起来都阿公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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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会开悟 不知道要怎么做 真的 年岁那么大了 你看我大学一年级 才还不到二十岁 听到一句话 我就知道 修学佛道 是今生今世 一定要走的路 所以我大学二年级 就决定要出家 参公讲要出家 咋咋 不咋咋 静静的不要讲 讲了会有出家的障碍 所以我都 二年级就决定要出家 到今天 哇 多好啊 过的日子 解脱 自在 发喜 慈悲 那么一辈子过得非常地 自主 充实 内心里面 无比的欢喜 无比的安详 所以 谁知报福恩呢 佛言不断 佛种者 你要尽力 把佛种 登登相续 传下去 说世尊 谁能 供养佛 说世尊 谁 才是真正地 在供养佛呢 我们一般都是 买几颗水果来 供着 文书讲堂 供着 按照介力来讲 摆在这里 供佛的水果 是不能再拿回去的 因为你已经供佛 供法 供生的 还有一种人是 供平安的 不是供佛 供法 供生 他吃水果以前 先拿来摆在文书讲堂面前 佛前 供的 他来拜佛 是想拜拜佛 求佛加倍 那几颗水果 拿回去吃平安的 这另当别论 所以 一般人都是买水果 认为这个叫供养佛 这是错的 这个 跟供养佛 就是一个 结一个佛缘 对不对 佛还吃你那两颗水果 是不是 佛神通俱在 使法界都是他的家 他什么都能 神通俱在 还吃你那两颗水果 那还得了 对不对 我们一般世间人就是 第一颗水果 愿我女儿考上台大 第二颗水果 愿我老公 北京事业顺利 第三颗水果 愿我那个 媳妇 赚大钱 我那关心 你不知道我也不敢吃 只要怕死 那三颗水果 那么多要求 那世间人不太懂佛法 水果白了就小小念 对不对 这个跟供养佛没关系 佛言 能通达无声记者 名为真供养佛 是尊 谁能真正的供养佛 谁才是真正的供养佛 佛陀说 内心 开悟 见性 通达一切法 无声 没有过去 没有现在 没有未来 左右 纵横至在 一切法 不可得 达到 无念 无助 无相 是名 真正的供养佛 哦 原来 供养佛是 逆心 见到 真如自信 时时刻刻 都是供养 真佛 是不是 我们拿几颗水果 来点香 来 当然是 表法的 至少 有这颗 善良的心 已经真的 不错了 已经真的 不错了 说世尊 谁能 亲近佛 说世尊 谁 才是 亲近 佛陀呢 真正的 亲近佛陀 佛言 乃之 使命 因应 不悔境界 是哪一种人 是真正的 在亲近佛 佛陀说 乃之 撕掉 自己的生命 这个因应 我们也 不悔境界 谁 能 时时刻刻 亲近佛呢 时时刻刻 借力 亲近 时时刻刻 念着佛的 深境 欲境 欲境 时时刻刻 念着佛的 真正的 借力 持见 完全 亲近的人 这个人 是时时刻刻 亲近佛 那 佛陀当时 在世的时候 如果你 借力不亲近 就能在佛陀的旁边 也不叫做 亲近佛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 谁能亲近佛 佛言 乃一次 是气生命因缘 也不悔佛陀的境界 是名 真正的亲近佛陀 世尊 谁能恭敬 以佛 说世尊 谁 才是真正 恭敬 佛陀呢 佛言 善佛六根 善佛六根 就是说 我们这个六根 要克制一下 言而鼻舌生意 每天都攀岩 这个社身 相会处罚 所以 遮不住 佛就是遮止 佛就是我们遮盖的意思 善佛六根 意思就是 善于克制自己的六根 不要欲放难收 我告诉你 单单现在这个 就很难 末法这个时期 一个童谣 你都很难改 一个喝酒 你就改不掉了 一个女色 就百分之九十 没办法了 再来的财色名色 尤其现在这个科技 那么的发达 对不对 那么的发达 是不是 走到头 大家都在 摇这只鸡 摇那只鸡 剃头那只鸡 你给你看看 现在 整个我们的欲望 跟整个大环境 已经要修行 已经很困难 所以佛言 善佛六根 善余覆盖 就是克制的意思 一个人能克制这个六根 不要去攀岩色身 相会处罚 这个是一个很难得的修行人 世尊 谁名财富 佛言 成就 七财者 世间的财 是 台币 人民币 美金 澳币 英镑 这个是世间的钱财 是不是 钱很重要 但是不是绝对的重要 没有钱 日子不好过 看病要钱 小朋友住车要钱 我们生活 财民 因为降厨堂 开门 通通要钱 这是世间的钱 圣人有没有钱 有 圣人的钱 圣人的钱财跟你不一样 圣人的钱财 叫做功德法财 功德法财 那几个怎么样 是圣人的钱财呢 一 信心清静 是圣人的功德法财 信心清静 也就是说 信心具足 对三宝的信心 非常具足 从来不动摇 这个是功德法财 圣人的钱财 第二 持戒清静 这个是圣人的功德法财 持戒清静 是圣人的功德法财 接下来 文法 精静 就是听闻如来正法 而精静不屑 这是圣人的功德法财 文法成就 就是说 我们要听经 要文法 因为佛法真的很深 很难自己看 会扭曲 也不知道 那个到底 佛的意思是什么 自我解读 然后又误会很深 等事物解释完以后 哇 原来是这样子 是的 所以啊 听经文法 精静不屑 是圣人的功德法财 接下来 有残有愧是圣人的功德法财 有残 就是 这个是两段的 残跟愧分开来讲 七圣财里面 七种圣人的财产 残 就是 做事不媚良心 做事了解自己 对因果负责 内心 知道 不愧对自己 不媚自己的良心 永远 不愧对自己 内心深处的灵魂 叫做 又残 就是 绝不做亏心事 所作 所为 绝对 自己的因果负责 对得起 自己的灵魂 残 亏呢 就是 不伤害众生 不傍众生 不欺 不诈 不狂 不伤害众生 不做愧对他人的事情 扶养 无愧于天地 愧 有残有愧 即是菩提 这个是 华言经讲的 有残 有愧 就是有残愧心的人 就是菩提 就这个人才能成道 就是 对自己 耶稣的很严格 丝毫的恶念 动念 绝对 不会让他在身上发生 有残 有愧 绝对 不伤害众生 一点点 他都不要 那 接下来 舍 万法禁舍 所有的生命 财产 知道说 统统带不走的 你不要说 你在这个世间 拥有什么东西 在这个世间 不管你拥有什么东西 所以统统要舍 还有一点 不是你的事情 不要太多的意见 不再欺慰 不抹其直 我们就是 有时候关心过度 有时候也不分时空 这样子不好 有一个小朋友 有一个小孩 吃这个零食 吃这个零食 吃了很多零食 有这个 男人 路人家就说 小朋友 小朋友 你不能吃那么多零食 你吃那么多零食 会胸的身体不好 他说 我请问你 你老公 我做外交 一百二十岁了 你老公是什么 早睡 他说 不是 你老公是什么 吃素食 不是 你老公到底是在忙什么 不哭 我做 哦 运动 他说也不是 你如果说是什么 我都外交一百二十岁了 小朋友都告诉我 我如果说 前来 不在关人 营业书 因为吃零食 吃太多了 他吃零食 吃太多了 我如果说 我饭 他就是 不在关人 营业书 你管我鸡那边 要吃几鸡 这个就是 我们啊 关心啊 不要过度 不在其位不抹其职 看情想 目头聚 看不是 射到 会射到回来 像我的目头 就很聰明 我如果看 那个没讲 这个目标 在当中 我就说 这没求 买买去死 我就跟他认识 我才不在那里 一直要 呃呃呃呃呃 这我 没得每个好够 再给他 去万坛 是不是这样 他要继续六都轮回 跟他没什么关系 不是说我认识 他一直没什么 世间有很多无奈的 很多无奈的事情 不是说 我可以按照你的理想来完成 哦 那个就 Mission impossible 那个叫不可能的任务 那不可点 对不对 啊 你说啊 全球暖化 啊 我们电视 Global warming and polar bear 那时候我就 Global warming 哦 全球暖化 Global warming 全球暖化的 Polar bear 北极熊啊 没有栖息地 每天都报 每天都报这个东西 没错呀 全球七十亿人口 要不要吃饭 要啊 要不要开发经济 要啊 要开发经济 怎么样 那就要开发资源了 这个地区的资源 就是石油啊 石化啊 好 你让经济停摆吗 没有办法 推动 所以 我告诉你 人类所发明的东西 就会死于 人类是死于自己发明的东西 人类发明语言文字 死在语言文字里面 如果你没有真理的话 人类发明了工业 对不对 两三百年前 工业革命 法国工业革命 发展了 哦 现在后来就是大炮啊 战机啊 对不对 现在 核弹头啊 就是工业一直发展 发展啊 人类其实很简单的 没有般若真理 就是作俭制服啊 作俭制服啊 是不是 所以 佛陀告诉我们 圣人的财产 七圣财里面 有个万法尽舍 不贪着 最后一个叫做 剥热智慧啊 圣人有七种财产 一 信心记住 二 信心记住 是功德法财 二 持戒清静 是功德法财 三 多文精进 是功德法财 四 跟五 有禅 有愧 是功德法财 六 万法禁舍 是如来的功德法财 七 大开波瑞智慧 是如来的功德法财 好 回过头来 啊 佛言 成就七财者 世尊 谁名财富 在这个世间 谁才是真正的富有呢 佛言 成就七圣财的人 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 我们不要用佛陀的七圣财 我们用世间人来讲的 这些家 跟佛陀讲过了相同的一句话 说我很富有 并不是因为我拥有很多 而是我要求的很少 你看 我很富有 我很富有 并不是因为我拥有很多 而是我要求的很少 哎呀 佛法一句话 就解脱了 改变别人 不如改变自己 哦 对哦 每天想改变别人 当然痛苦不堪啊 哎 我不想改变你 那这样子日子就好过了 是不是 佛法一句话 就让人家解脱了 活了几十年了 三十年 四十年有五十岁的 还过得这么烦恼 空恼 坏 WHY 一直想要改变别人啊 为什么把人都没听话呢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有一个男孩 男人也是这样子吧 全世界的大家都拼不过 只有你没有不拼我 我说 当晚也是同样 答案都一样 你也是算拼不过 所以说我告诉你 佛法一句话 哎呀 就自认我们内心的深处 就是佛法是很享受的 And your life 也很享受你的生命的 不是枯燥无味的 是不是 枯燥无味的 有一个人讲说 佛法师 我听你感觉都没睡呢 我听你老法师 佛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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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时不在 不知道 到地区天气 我说 因为我教过大学 我跟同学都很亲近 你知道吗 台大上课 我就轮到台下去 到清华大学上课 也是这样 来 下去跟同学 打成一片 所以说 有一个老法师 就说 所以华师的空间 不知道怎么会这样 要有危机 要重厌 我说 没错 有危机 重厌 说到就 大家哭 我现在爱是好高 你知道吗 对吗 感觉 我吃一口 牛车就没得好 我这一口 它热 它就OK 所以不是 都要吃一口 所以 这个要 看人家 我是觉得效果 比较重要 要说到效果 这个比较重要 所以因为以前 教过大学 二十几所大学 在上课 所以比较 有一点心得 我觉得这个教 教育 是百年大业 但是要活泼 幽默不是真理 真理等同幽默 是不是 我为什么要活得那么苦恼 还有中道 以前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 去听老法师 开示 老法师开始 老法师讲的 正正有时 下午两点 也是这样这个时间 老法师 当了去 如是 我奥拼 困三分之力 后来我就想说 我发言要出家 我以后奖金 我才不要用这种方式 对不对 还没有讲 他就是 是的 睡着了 要效果 要效果 谁名财富呢 佛言 成就其身财 是尊 谁名知足 就是说 谁是世间最知足的呢 佛言 拥有初世间般若智慧的人 是世间最知足的人 所以 我告诉你 我也很富有 你身上的一百亿 比不上我讲一句话 你那个身上的一百亿 事业做得再大 答案就是生灭的东西 我这一句 智慧的般若法语 是不生不灭的 般若涅槃妙性 这句话 能让你了生死 解脱跟自在 所以 要了解 佛陀说 谁是世间最知足的呢 这个 这个 思义 凡天就这么问 谁是世间最懂得知足的人 佛言 能得 能开 大策大悟 也能够得到世间 般若智慧的人 这个人是世间最知足的 简单讲 拥有智慧的人 是世间最知足的 所以 世尊 谁为远离 哪一个人 可以远离种种的困惑 烦恼呢 再做诸位 世间人摆脱不了了 面对现实 没办法摆脱 超越这个现实 什么是佛法 既现实又超越 既超越又现实 叫做佛法 佛法不是抛弃者 不是离弃者 也不是畏罪者 佛法是面对现实的 肯干实修 面对这个现实 同时了解 它是如患的 它是生灭的 它空无自信的 不存在的 但是不坏言行 所以 世尊 怎么样 谁 哪一种人 可以远离种种的痛苦 跟烦恼呢 佛言 于三界中 了知三界中 一切法如患 无所愿者 愿就是求 空 无相 无愿门 三门清净劫非 有一个人 他佛经看不懂 师父 这个三门清净劫非 三门是 是中间一个门 左边一个门 右边的一个门 我说 我还要开车 有的事 没有开车 我的门 不是这意思 三门就是空 无相 无愿 愿就是无所求 这句话 直接了当的意思 就是世尊 谁能够 演的一切烦恼 佛言 对世间三界当中 不管你走到哪里 都无所求 人道无求 品质高 这个人 能摆脱一切 世间的痛苦跟烦恼 有的人讲说 师父啊 你这个道理 其实讲得很好 我家经济不好 对不对 你看 我做一个小职业 老板每天这样念经 每天这样念经 我起烦恼 可是我又需要这份薪水 是不是 我又不喜欢听他这样念 我说那很简单嘛 是不是 那你就回来啊 常常诵金刚经 然后回向给你们那个 唠叨的老板 唠叨的老板 师父有没有那个 念念让他早一点往生的 没有啦 没有厚了 这样 这么严重 就没有那个金刚经 倒头沾 佛祖没有害人的酒 没有啦 没有这样 需要这份薪水 又不想让唠叨 很简单 你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说师父无所求是很好 可是我真的需要这份薪水 那你就很简单 安分守己 知一切法如患 这样子 就这样子 哦 该有的责任 把它完成 做到老板没话说 接下来 是师尊 谁为巨主 是师尊 谁才是 智慧巨主的人 佛言 能断一切朱节史 能够断一切 节史 就是烦恼的别名 心打结 贪嗔痴慢疑 就像旁边的柿子 一直在你旁边 心打结 时时刻刻 都是在你旁边的 见识恶获 也就是说 身见 边见 见其见 见其见 些见 贪嗔痴慢疑 哦 这讲起来很复杂 哦 很复杂 简单讲 就是烦恼的意思了 那种死之不放 那个烦恼 谁是智慧巨主的呢 佛说 能断一切贪嗔痴 这样 这样讲 你比较容易听得懂了 说世尊 谁为乐人 说世间 谁是这个世间 最快乐的人呢 佛言 无贪酌 就是不贪酬 一切世间 因你所生的假象 这个人 时时刻刻知足 内心安详 这是世间最快乐的人 最快乐的人 世尊 谁无贪者 谁是无贪的人 谁能够达到无贪的境界呢 佛言 照尽无印皆空 知尽无印者 必尽空其 就是我们这个色身 实在是一堆骨头 做成的一些肉 神经系统 构成的 我们要吃外在的东西 化作内心里面的能量 知道赤兽 想行事 其实都是假象 因也所生的 如果你 能够这样子 透视 空 达到无相的无印生 那么就知道 谁达到究竟无贪 就是知道 无印皆空的 就是得到的东西 你也知道带不走 因为火化剩下一堆白骨 吃气的东西 也不必百般计较 百般计较 所以记得 你拥有的东西 不见得很好 你失气的东西 也不见得不好 给你逆境的 也不见得不好 你的成长当中 需要逆境 来洗礼 你才更懂得珍惜 一切什么都顺着你的 也不见得是很好 没有经过逆境的熏陶 你也不知道 要如何来珍惜 这个因缘 所以我们 真的有波瑞智慧的 时时刻刻 要朗诵 感谢上昌 我所拥有的 也感谢上昌 也我所没有的 那么这一切都感恩 都感谢 这个世间 就不会碰到难关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世尊 谁是真正达到 无贪的境界的人 佛陀说 能够照见无印皆空 知见就是照见 赤受详心事都不可得 没有这个人 那没有这个人 就无我了 那么这个无我 你就什么 就不会去生气了 当我开始一学佛的时候 我就进步很多了 比如说一大群大学生 出去交友 对不对 东西一摆 因为我有学佛 我知道 对不对 去踏青 是怎么样 大学生 有时候就去交友 简单的 东西摆着 一下子 就抢光光了 我就在那边 也觉得替他们很高兴 我就在那边 那时候我就知道无印皆空的道理了 说一千一千 一千就是我 我就是一千了 你都没有吃啊 他被别的东西都拿光光了 你怎么都不生气啊 我来跟他说一吃一饭 我吃我饭啊 我如果没吃就比较生饭啊 哎呦哎呦哎呦 我还有这个理论呢 你要照见无印皆空就是这样 穿越多就搬越多 对不对 那就不必 让人闹晒 等那样 就叫摩迪拉斯 所以这个佛言 知见无印 知见无印 所以当你有佛法 你的生命完全不一样 你看出去的 随时随地都以空相应 万法不可得 谁说念来 点识成金 众生烦恼的不得了的 在一个修习佛道里看起来 很好笑 很好笑 是不是 众生 争来争去 对不对 所以谁是世间最快乐的人呢 也就是无贪者 谁是世间 知道无贪的人呢 照见无印皆空 至尊 谁度欲合 谁度就是超越 谁能够 超越这个欲望的河流呢 就是我们一般人 会掉进去这个欲望 对不对 欲望就是说 让我们染污我们的清净心的 这个叫做欲望 这个欲望就像 佛陀讲的 像吸毒一样 吸毒一样 抽烟 你要叫他改 还改不过来 喝酒要叫他改 那彼此还困难 中了酒精的毒 你叫他怎么改 拿你的欲望 你就叫他怎么改 是不是 所以 佛陀说 少欲知足 身心自在 拿你的欲望不好断 佛陀告诉我们 要稍微减少一点点 出家人 前段 盈欲 那么在家机身内 欲望稍微少一点点 少一点点 所以 世尊说 谁度欲和 佛言 能死六路者 能死掉 六路 六路就是说 外尘 比如说射尘 透过眼睛 入于我们的清净心 也染污了我们的清净心 佛言 能死六路者 这能度欲和 能超越欲望的河流 意思就是 眼睛 耳朵 鼻子 儒家的 还不够究竟 儒家说 哦 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言 这个是 神秘的东西 是不是 非礼物事 可是心会想啊 男众喜欢看 漂亮的东西 遮起来 都觉得没有用啊 不是遮眼睛 就解决啊 内心里面 时时刻刻地想啊 叫我如何不想他呢 眼睛遮起来有什么用 对不对 耳朵 捂起来 不听 不听里面的 是非心 还是断不了啊 对不对 是非心啊 非礼物言 物言也没有用啊 内心里面的 妄想那么多 是不是 只是憋着自己而已啊 佛教才能根本解决问题 眼睛说看着射神 射就是空 没有那个东西 你就是睁开眼睛 你也没关系啊 对不对 这块眼睛没关系啊 你说我今天 到那边 打开 哦 游泳池 哦 都很多 那个很清凉的 你看 知道就是一堆骨头啊 你知道 你一眼就可以望穿 那个就是一堆白骨 那还有什么好迷惑的呢 纵然你一下子 欲望没办法全部舍 你也不会说迷惑颠倒 倒不能控制啊 不至于这么程度啊 所以佛教是用透视的 直接贯穿 那个不存在的 所以非礼物事 大彻大悟 视意无反啊 看了就这样子啊 是不是 一眼就能够望穿 看透一切世间的 引起的假象 那么还穿着什么 不可能的事情 你就明明知道 它火化以后 会是一堆骨灰 会骨头 虽然一下子 欲望很难 但是至少 它往前迈进一步 所以不是 不看就解决 不听就解决 不讲就解决 重点在内心的妄想 妄想 这个是重点 所以一般世间人 修行没有做到重点 他使尽力量 都不能成道 因为他方法错误 方法错误 也不是真正的 在修行 所以 谁渡一河 谁能够渡过 欲望的河流 我也能舍六路的 能舍掉 言 入 耳 入 因为外境 有眼根 来入于 内心 叫做六路 六路就是六根 眼睛看色尘 眼睛看落入 我们有眼根 入于我们的清净心 染污了我们的清净心 耳根 动静的深层 以外境 来染污 我们的内心里面 所以六路 言 耳 鼻 舌 身 意 意 那是讲起来又很深 又很多 意 就是落泄的法尘 所以今天的时间 先让众生入佛的证件 再来讲 印光大师 文朝经法路 那就很好 佛言能舍六路者 世尊 谁住彼岸 意思就是说 世尊 谁能够达到 佛菩萨 就近解脱的彼岸呢 佛言 能知诸道 平等者 世民达到 佛菩萨的彼岸 意思是说 谁 安住以解脱 涅槃的彼岸 谁能够安住在 安住在 解脱的涅槃彼岸 佛言 能知诸道 平等者 知道万法皆空 而且是本来的空 不假造作 不需要去破坏 也就是说 这个是毛巾 毛巾 你的延起 延起就是空 毛巾 毛巾是生灭的 是空 虚空 虚空它 比喻 不生不灭的 当然 在座诸位 如果是虚空 从为世的限量境界 一样是旺 虚旺 分别的心 还有虚空 不讲这个 暂时用比喻的 毛巾 是生灭的 虚空 是不生不灭的 暂时借用这个比喻 还没有到究竟 只有这样子 是不是 这是生灭的 虚空 从来 不生不灭 你拿了一只刀子 虚空 无论你怎么砍 虚空 没有增加 也没有减少 然后砍人就不一样了 我们这个无印生是生灭的 砍下去了 血流入住了 人的一命就乌乎哀哉了 人这个色生是生灭的 法生是不生不灭的 所以如来的清净法生 能够循循这个无印生 变成不生不灭 色力指 就是由不生不灭 大不涅槃的妙性 一直循循这个无印生 所以佛陀火化出来以后 有八万四千个金刚色力 就可以证明 佛语不虚 佛陀所讲的话 是不虚妄的 所以谁住彼岸 谁能够安住在解脱的彼岸呢 佛言能够知道法性本空 知道法法平等 诸法毕竟不可得 安住于无恋无助无相 平等者就是安住在诸法 诸佛菩萨 涅槃的彼岸 好 现在我用三分钟 再把它贯穿一下证断 我们再来讲 印光大师金华路 先入佛的证件 于是施以犯天 白佛言 世尊 谁应当受供养 佛告犯天 不被世间生命法 所影响心如如不动的人 那个人堪受供养 世尊 谁能消受供养呢 佛言 以法都无所取糟 这个人可以消一切人的供养 世尊 谁为世间的真正的福田呢 佛言 不坏菩提真性的人 接下来 世尊 谁才能作为众生的善知识呢 佛言 以一切众生不舍持心者 世尊 谁才是真正知道 要报佛恩的呢 佛言 要推广证法 让他登登相细 不断伏种者 这是真正的报佛恩 世尊 谁是真正供养佛呢 佛言 能够通他一切法无生 无生计 就是没有过去现在未来 回归当下 一念无生 这是真正供养佛 世尊 谁才是真正在亲近佛呢 佛言 乃至于有生命的危险因缘 他一样不回境界 坚持佛的亲近戒力 这个是时时刻刻都在亲近佛 世尊 谁能真正的恭敬于佛呢 佛言 善父 覆盖的父 善以覆盖自己的六根 克制自己的六根 这个是恭敬于佛 不是在大殿典箱了 世尊 谁以名财富 就是谁才是有真实的财富呢 佛言 成就七圣财 就是真正的财富 这有信心啊 信心记足持戒清净啊 多闻精进啊 有惨有愧啊 万法能舍 具足不入智慧 这个是七圣财 是世尊 谁以懂得知足呢 佛言 得到不生不灭的 初世间法的 初世间法的不乐智慧 这个人 二六十中 都是一个知足的人 世尊 谁能够远离 一切烦恼的束缚呢 佛言 在三界当中 都无所求 一切时空 元气法 都无所求 了解一切现实 都是空向 都是空性 都是缘情 都是生命 都是有为 当天即空 一念不生 能远离一切困扰 以世间无所求 就能够远离一切烦恼痛苦 世尊 谁 是智慧 是智慧技术呢 佛言 能断一切烦恼 朱节时 是智慧技术 世尊 谁是世间最快乐的人呢 佛言 没有探着一切法 这个是世间最快乐的人 能到无求品质高啊 是不是 那么谁能达到无贪的境界呢 佛言 能照见无印皆空 了解世受想心事 都不可得 是尊 谁能够度 欲望之河流呢 佛言 能使一切流入 严格毕师生意 是尊 谁安住 真理的彼岸 像佛菩萨一样安住呢 佛言 能知道诸法本空 万法平等平等 无所取证 这个人便安住 解脱佛菩萨的彼岸 所以第一个啊 先 我们把这个 我的证件 先弄清楚 那接下来就好说了 有了佛陀的证件 就知道 修行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翻开122页 最后一行 好 122页倒数第一行 这念佛不分圣凡呢 圣指的三圣呢 就是身文 圆节 还有菩萨呀 凡夫 是指六道 也就是天 人 阿修罗 畜生 恶鬼 地狱 但是 上了天堂 我们行师善业 造桥啊 铺路啊 然后 不失金钱啊 有一颗善良的线 但是没有般若智慧 无法离开我像 无法断剑是恶祸 所以果报在天堂 但是天堂啊 太快乐了 不能念佛的人 太多太多了 三徒苦 第一恶鬼畜生 三徒啊 太苦了 太苦了 你要下地 你怎么念佛呀 对不对 那么你做了一只猪 那 做了一只猪 你怎么念佛呀 除非有人啊 跟那只猪说法 叫他 把他放生 也有点能放猪的啊 不杀的啊 是不是 每天 送金给他 看看能不能重点 三根 大部分啊 那个猪啊 鸡啊 鸭啊 不是到麦当劳去 就是到肯德基去啊 一定去那个地方的 那你怎么要跟他讲 来 我说法给你听 那谁听得懂啊 就是 所以 众生要学佛 不可能 那三徒要学佛 也很难 不能念者 就更多了 没有办法念佛的人 就更多 阿修罗啊 脾气不好 所以在这中 法师啊 男居士 女居士啊 师父啊 要奉献你 赚钱 少一点 没关系 日子过得去 我告诉你 你要是称恨心很重啊 真的不改掉的话 你会得重度忧郁症啊 因为那个称恨心已经习惯了 发脾气已经习惯了 在这中 你在发大脾气的时候 希望你录音录影 自己录音录影 等到你心情平静的时候 你才看到你一放的时候 啊好啊好啊 慢点 就是高雄的国瑜 看不下气 看不下去了 那是你啊 你不敢看你自己 那是什么 称恨心的 是不是 起到那个眼睛也都落去 还不知道 对不对 那个眼睛切一半 你咬 去看看 眼睛只切一半 买了 去不下去 用脆脂 再搁一遍 哎呦 看看 哎呦 我那时候怎么会那么严重 对对 罗刹鬼子母 甘肚细充满 咬咬你拎耍 你还没有下山土 这个时候就罗刹连的出来 没想起 又漂亮漂亮 人模人样 头上顶到 这样没得看 那称恨心 你看看 你看看你自己 哦 你真的看不下去 所以男众也好 女众也好 慢慢改 所以我们 四十岁五十岁的人 就要对自己的貌相负责 貌相负责 知道吧 哦 是修罗以称共 也不能念佛 为人 只有人道 罪易以念佛 意思就是 现在大家听见我话 现在大家都是人了 对不对 我们一家都是人了 啊 你看我们大家现在都是人 啊 就是学佛最快 念佛最容易到极乐世界去的 啊 接下来应光大师这么说 而富贵之人 啊 便被富贵所迷惑 聪明的人自以为聪明 那迷惑了 谁都看不起 不知道 谦虚是智慧的开始 不知道 自己聪明 内心就充满着骄傲 狂妄 一次的人 已一次 迷惑了 聪明的人 迷自己的优点 一次的人 也迷自己的一次的知见 这个云云的众生 谁 能念佛的人 到底有几个人 可好好的静下心来念佛的呢 既然知道这个道理 我们应当勇猛修持 物质 欲念 而不能念 千万不要到 要念佛啦 不能念佛 这不复此生 此欲 我姐姐的女儿 最近几天刚好亡生 我去跟她家持 我们这个大姐的女儿 一辈子都很善良 小时候读书 也很会读书 东海大学的 她老公也是 东海大学的 结果她老公 三年前 两三年前 大肠癌 患患以后 大肠癌来不及 走了 我这个大姐的女儿呢 去化验 差不多两年前去化验 得到三阴性乳癌 三阴性乳癌就是没有药 什么药都没办法 肝就跑到肺部 肺部又搞到心脏 心脏又跑到肾脏 肾脏又跑到骨头 最后跑到脑部 最后跑到脑部 她跟我讲说 阿哭阿哭 如果 这个 当老师 她是正式的老师 在东海大学以后又靠 靠近那个 老师的资格 她是正式的 来教了一辈子的书 也不晓得到底为什么 得到这样的病 我退休以后 要好好的 有应验 出国走一走 真的来不及了 那个三阴性乳癌 措索不及 完全没有办法 花了多少钱 看了多 化疗三十几次 化疗三十几次 对不对 如果我这次能够躲过的话 我要去台南 菩提寺 好好的用功 跟我大姐这样讲 要我出国走一走 五十一岁 就这样 做三十几次 化疗 能做 有办法 每天都打 一直打 一直打 化疗化疗 到最后都没办法 穿到脑部 穿到脑部 最后呢 我去跟他加持 我是跟他讲 我的阿姑 已经没办法讲话了 要念佛 去跟他 撒金光明差 放三张照 该往生背 他就这样 最后 往生前 他一直希望病苦好 认真念佛 我大姐也是 很用功在念佛 念佛 那有一天 看到那个三楼的佛像 放大光明 到楼下来 因为他睡在楼下 放大光明 他吓一跳 以为佛头要接引他了 他是希望病苦好 但是没办法 这个业力所欠 业力所欠 后来 经过了几个月 看到佛以后 几个月 没办法 我去跟他加持 盖往生背 这个没有人叫 还不会呢 前两三天 在陈大医院 尸体移下来 移下来的时候 你知道吗 那个 倒是又电疗 脑部要电疗 又化疗 是不是 移下来的时候 大姐们 不会啊 有的人 好像 是学一些其他的法门 好像都不会住念 我说你们住在那边做什么 我们不知道怎么做啊 我说赶快围过来啊 围到这个 往生者的旁边啊 当时又没有引进 我以为他们都懂 结果这么简单的动作 也不会 来 靠过来 大家念佛 阿弥多佛 再慢慢念佛 那本来这个嘴唇是黑的 念佛呢 因为那个电疗得很痛苦 师父 师父 嘴巴没有合起来 师父嘴巴是有合起来 是他没有合起来 他 他 不是我 我有合起来 他没有合起来 我说你不要紧张 根据我可贵的经验 第一地 五个小时 好好的注念 就会合起来 很不可思议 incredible 注念五个小时 这个嘴唇竟然全部都红的 全部都红的 头顶是热的 头顶是热的 更不可思议 后来他们就说 哎呀 夫家要运回去了 运回去以后 我们就不知道了 我们念到晚上十二点 有人住念到晚上十二点 就运回他婆家 对不对 生了三个小朋友 运回婆家 他们就给他换衣服 第二天我大姐 跟我大姐讲说 哦 穿不穿不 换衣服的时候 全身都是柔软的 面貌如深 或者说哦 你这个舅舅怎么那么的厉害 他去旁边就知道了 哎 所以你们 你们对我更好一层的 你们知道吗 哎 没有我这样 把你们倒头顶 你就真麻烦 这句开玩笑的 最终 我再举这个例子 就是说 一辈子都没有用功 是一个善良的孩子 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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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老师 国中的老师 就是他一直教一直教 他世间也好人啊 世间完成任何人家 也生了三个小朋友 对不对 可是 时不待人 时间不等待 他常常跟他妈讲 重病的时候 我这世在人家 没做什么悲心读症呢 对不对 可是人的随着业力 在转变啊 对不对 我大姐大姐就问我说 你是大法师呢 如果加持 没有感应的话 没有加持 让他活下来 没有感应 挽回不了他的生命 这样很老契呢 我说 大姐大姐 我不是上帝呢 就是释迦牟尼佛事件 八十岁 也要生灭法 对对吧 我哪有办法去改变一个人的业力 这辈子没干什么坏事 我怎么知道他上辈子是什么 这个跟面子没关系呢 对对 是不是 所以说也不是说 我加持有感应叫做大法师 加持没感应 就不叫做法师 我说这个随个人的业力 他说 这个如果能好的话 是不是 我就可以在外面 说你看 我的佛力不可思议 我说个人的个人的业力 是不是 医生怎么讲 医生说 不乐观 我说医生说不乐观 他就是成大都是医科的 念了七年的医学院 他们是用那个精密的仪器的 对不对 那师父啊 那要不要做化疗 我说好 我今天如果坚持不做化疗 死了以后 万一他真的不幸死了 第一个就说 当时是你 都也是你 坚持不需要做化疗 今天这么漂亮 我说这个因果谁敢承担 是不是 要问专业吗 专业说 也没有答案 你不知道咧 问医生 医生就说 很严重 很严重 要这样 不乐观 我说医生就说不乐观 要安装 我说我能说 要治疗跟不治疗吗 对不对 我说坚持不治疗 万一死了以后 那怎么 都是你啊 人家要治疗你 为什么不治疗 如果活着的时候 当然我们很恭喜庆幸啊 所以哪一个法师敢赴这一条生命的因果呢 我又不是专业 也不是上帝 是不是 所以我告诉你哦 我们这辈子行善 还是要遵循上辈子无量意解来的业力 所以食不待人 在这主委 你哦 如果是超过五十岁的奉劝你啊 你这个黄根啊 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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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变红灯啊 红利灯啊 不是参考应的哦 真的黄灯 你今年呢 哪十…四…是五十 Barry singing 那八的钟 要 releases 哒哒哒哒哒 随时会 sprink 哒哒哒哒哒 那到早上 啪啪啪啪啪啪啪 就是要戳起来 戳起来 那个戳就是要再见了 阿公不正前 对不对 诶 这样说 他老公49岁死了 他51岁 所有 你今天 无论你拥有多少的名利 多少的金钱 放下嘛 各位阿公 无论你拥有多少的美貌 对不对 各位阿嬷 也要放下 酒冬醋 乱一粒灰 今儿一条纳菜粿 真有点麻烦 小甘的老人很快 对不对 举这个例子 就告诉你 修行不能等的 我等到赚更多钱的时候 再来好好念佛 我告诉你 现在就要开始了 现在今天就要开始了 听完回去 早晚课就要开始做了 不能再等待了 时不待人的 什么时候要回去 你也不知道 我们也没大声通 要认真地念佛 接下来一二三 所以云南 张卓仙 张卓仙是一个人名 次女出嫁 婿就是女婿 女儿的丈夫叫婿 这个女婿的丈夫家 送了两只鹿 行殿宴礼 就是聘金的意思了 他们就把她放生于华庭山云七世 已经三年了 那两只鹿 比两只鹿每天早上 晚上上店做客送的时候 站在店外 严谨观佛 拉长她的颈部 看佛 今年四月 雄的 先走 人不以为意 人不介意 就是不在乎 就是没有注意 后来 此的这只母鹅 好几天都不吃饭 比来观佛 她也来看看佛 这维诺斯就跟她开示了 世间为苦啊 你身为鹅的畜生 当令求生极乐世界 不可以贪恋这个世间 因此也跟着念佛 数十生 这个鹅绕三扎 两个翅膀一拍 就死了 就往生了 卓仙就张卓仙了 因作双白鹅往生祭 印光大师就是感叹说 哎 意在太不可思议了 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 都看作佛啊 这两只白鹅啊 每天心息心息 跟着念佛 你看灵命中也这样往生 鹅尔善如是 可以人而不如鸟乎 人怎么会比不上一只鸟呢 接下来 古人这么说了 死生一代以 这个死啊 又生 生了又死 这个可是一件大事情啊 可不悲哀 啊 窃为图碑 救和 啊 救有何意 啊 只一直很悲哀 啊 死了又生生了 又死了 六道龙魂 这不是很悲哀吗 窃 就是印光大师 自己这么说 说 哎呀 只有悲伤 有什么 一处呢 须知 生死 一二四 是大事情也 生死这件事 是大事情呢 信念念佛 这是重大的法呀 既知死之可悲呀 当已为死之前 修持大法 则死不但无可悲 而且大可信也 何以故 与敬业成熟 丈夫此力 之下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超凡度胜 了生脱食 得以永离以众苦 但受诸乐 尽次 尽修 直至 成佛而后遗 所以 我们 末法时期 净土法文 这适合我们 接下来 要稍微休息十五分 为什么要休息呢 有一次 我讲经讲到一半 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 那个 差不多 也没有年岁很大 我看差不多四十五岁 就这样 我说 是怎样 观世音菩萨父亲 他说不是 流禁啦 最苦心有苦 所以我今天在观世音菩萨父亲 好